据旧堂书记载 一开始 太宗李世民非常看好被王李太 有一次 李太进宫服侍太宗李世民 太宗私下悄悄答应李太 让他当太子 第二天 太宗李世民招来了几个大臣 告诉他们 昨天李太突到镇的怀里 很动情地说 如果让他当太子 等他百年后 他就把他的儿子杀掉 让晋王李世来继承皇位 想不到李太能有这样的态度 朕听了深受感动 结果 楚隋梁马上出来返回说 陛下 魏王这话说的太不合常理 魏王将来怎么可能会把爱子杀掉 而传位给晋王呢 既然 现在陛下想立魏王李太为太子 那么请陛下 一定要先把晋王李世给处置了 这样才能保设计之安 楚隋梁的这番话说得很巧妙 既指出了李太的假话 又暗示了一旦李太当了皇帝 必然会杀掉李世 李世民听完 替泪交加 暂时打消了要立李太为太子的念头 虽然李世民没有兑现承诺 马上立李太为太子 但是李太知道 父亲李世民一直喜爱自己 只要等待时机 太子之位迟早是自己的 但是 让李太没想到的是 一块石头的出现 竟然让太宗李世民 倾向于晋王李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